今天的主要讲的话题 其实就是想讨论一下 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性别平等的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 已经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不管是从联合国的层面来说也好 或者是在国内 尤其是实施了好多年之后的话 其实已经有比较高的大中认知度 那大家可能会想的是 我们离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因为它的最后的target是2030年 只剩了还剩八年的时间 可能八年都不到的时间 那在这个框架下 我们如何可以实现性别平等 以及在这个框架下 因为它也是包括了性别平等 所以性别平等的目标实现的怎么样了 然后今天的讲座 我会从这四个方面来说 历史统计缺陷于未来 我尽量 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 尽量会准备一些 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新鲜感的 大家可能平时没有太听到过的内容 那 就首先介绍一下 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吧 它是诞生于2010年 最早的时候是诞生于2012年 在巴西的里约热内部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面 最早被提出来 然后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 也就是2015年9月份 就是联合国的这些参会代表就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这些人包括国家元首啊 政府首脑啊 高级别代表啊 就制定了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然后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呢 它致力于说从经济社会环境就是这三个方面 这个是它比较突出的一个 就是不断被重复的一个大概的框架吧 就是经济社会环境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并在2015年的时候具体化成为17个目标 因为它首先是提出来一个说大的框架 这个框架包括经济社会环境这个三方面 然后呢在这个三方面之下 再把它具体化为17个目标 然后在2016年1月1号的时候 就开始生效 这个17个目标当中就包括了第五个目标 性别平等 就是只在为2015年到2030年 就是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个框架呢 是有一个1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在为这个15年的世界发展提供 共同的目标和政策框架 这是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 然后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个17个 这个具体的目标 这些目标和这个包括每个目标下面 它当然又有更加具体的 就是它有点像一个金字台的结构 就最早提出来的是经济社会环境 这三个大的框架 然后这三个大的框架下面 又聚焦为17个目标 然后这个17个目标 每个里面又有它自己具体的这个定义 然后这些目标和具体目标 是在同世界各地和民间社会 和其他的利益攸关方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密集公开磋商和意见交流 尤其比较重要的是 倾听了这个最贫困最弱势群体的意见之后提出来了 那这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就是这个大的目标 英文的话它用的词叫做targets 和这个169个具体的指标 这个指标呢是用来衡量这17个这个具体的这个targets 它的英文单词用的是indicators 就成为了跟踪发展 就是发展全世界发展情况的一个默认的框架 到现在为时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至少在公众了解的层面的话 大家的知晓度还是比较广的 然后具体来说一下这个目标五 这里是我具体列出来的这个实现性别平等的这个目标五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不会每一个具体的讲因为时间关系 但是我已经把一些重要的词汇已经highlight出来 比如说它包括了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 包括这个消除性别暴力 一些伤害行为 要认可和尊重无偿的物理和家务 然后确保妇女能够参与各项决策 对吧 然后性和生殖健康权利 然后经济资源 然后就后面的主要是对一些权利啊 技术啊 然后这个执法层面的 这个是目标五 就是这个17个目标之一 第五个目标目标五下面的具体的这个内容 但是这里需要提出来的是 如果就是有同学看过这个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刚引性的一个文件 就是跟大家讲明白了说我们这个可持续发展议程 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么一个东西 给他下一个定义的这么一个文本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文本里面 他提到这个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全能的时候 他有一个词是他要让所有人享有人权 但是很遗憾的是 如果你在回到前面一个slide 你会发现目标五的这个整个title里面 他其实把人权这一点给准备掉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遗憾的 就是说这个当时我后面讲历史的时候 也会带到说这个关于是不是要把女性的人权 在这个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尤其是在目标五的框架下进行确认 这是一个大家当时有比较大分歧的 主要是一些就是说反对一些妇女组织啊 或者一些一些比较相对保守的政府的话 他们会对这些就说确认女性的人权这些方面 他会有意义 所以最后没有过没有能够签成功人权这一部分 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一个大的纲领的话 人权它是体现在了这个文 这那一篇这个文件的不同部分的 然后我们就来讲第一个部分历史 因为对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理解这个目标五的历史 要从女权运动的历史和发展研究的双重背景下去理解 因为它既是关于女性性别平等的 它同时也是在一个发展性文件的框架下去实现性别平等 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方面去理解这个历史的话 比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说 它是怎么这两个当然结合起来 是怎么变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目标五的这个样子 那首先讲历史的话我们首先要讲到这个在联合国就是促进妇女权益 这个工作方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机构 那就是UN Women 英文应该翻译成联合国妇女署 对吧 我觉得很多就是不太了解这个联合国历史的朋友可能觉得 UN下面有很多机构那妇女署自然而然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其实你看UN的Women的历史它并没有特别久 它成立于2010年 它是第一个由女权组织和公民社会提议成功创建的独立的UN下属机构 就是说之前的很多UN机构 大家也知道UN它是政府政府间的这种国际组织 它通常都是由政府首脑坐在一起开博会确定我们要设立怎么样的机构 对吧它通常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这么一种决策模式 但是UN Women它比较特殊的是 当然也是很体现女权特色的就是 它是第一个由由下而上 由这个女权组织公民社会提议说 需要去建立的这么几个机构 它其实是在之前的四个跟女性相关的这个机构的基础上 把她们合并起来 把她们职能合并以后形成了一个UN Women 但是因为这么一个自下而上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特殊的历史吧 或者说也因为她是专注于女性的这么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比较也不能说特殊吧 比较专属的一个话题 她从创立的支出就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境 并且各国政府在承诺提供资金上面并不是特别的积极 所以这个是UN Women的一个历史 但是她仍然在2015年在这个去争取把这个性别平等写入 具体的这么一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是UN Women的一个简要的一个历史 然后我们就还还需要了解的就是刚刚的话是从一个 但UN Women还需要知道的是 就大家如果对女权的历史比较了解 就会知道第一波女权运动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 当然不是特别绝对了就能划分 就是大概有一百年的这个历史 它其实是一个从街头慢慢的能够延伸到国际间政府组织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UN Women她本身的创立女性能够在一个国际间政府组织当中获得自己的这么一个专属机构 本身也是一种女权运动的延伸扩展或者说是一个进步 然后就要说到SDG的前身 SDG就是我们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的前身 前几年发展目标里面有两个是跟女性直接相关的 一个是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 大家注意她这个用词 其实她这个用词也非常有年代感 就是你今天来看的话 对一些性别问题比较关注的朋友 可能一下就能够意识到她这个用词的侧重点和问题 以及她的局限性在那里 那些年发展目标它是一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过程 它由官员制定 并没有广泛的社会参与 也没有邀请项目受益者对象的参与 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家长制的工作方法 基本上就是各个国家的领导 然后那些高级官员 联合高级官员 坐到一起商量一下 我们进入新千年了 两千年了 我们下面这个15年需要的发展目标是这些 然后就就把它们就列成了这么一个 这么八个目标 所以它的这个组织方式 可以对比我们之前说的到SDG的时候 已经比较有了广泛的公民社会的参与 然后呢 大家看这个八个目标 也可以发现他们把发展非常简化 简化为狭隘的技术性的贫困问题 就仿佛就是这个只有贫困问题 贫困人群面临着发展的空间 就其他相对来说已经发展的比较好的 比如说中产啊 或者这些发达国家的人群 他可能在他们的当时的认为的这个 对发展的认知下 就觉得不是发展需要主要关注的人口 他并没有去寻求或者解决造成这些经济困境 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然后他即使对贫困的解决方案 也倾向于治标不治本 就是没有提及和平稳定的环境啊 基本普遍的人的权利 这些在这个八个目标里面也没有实现 然后他是一个主要由资助者制定的议程 他维持了原有的这个世界的运作体系 他并没有触及造成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 不是机构性问题 这一写错了应该是结构性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SDG的 MDG的一个回顾 那具体的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与性别和妇女相关的MDG这个目标 他包括第二个目标 他这里用的词是说 我们要促进两性平等 那两性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二分化的对性别的理解 binary的定性别的理解 对吧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 二十多年之后看 可能已经比较过时了 然后说他说要赋予妇女权利 意思就是因为是说 好像妇女原来本身并不存在权利 这个权利是他给予你的 就好像说妇女本身他原来是一个权利被剥夺 或者没有权利的状态 并且要通过这个SDG的发展来给他们赋予权利 这个是这个用词当中体现出来的一些背后的这个思想 然后包括第五个说改善产妇保健 他这里对于这个妇幼问题 包括第四点这个降低儿童死亡率 他这里对妇幼问题的理解还是非常窄的 就包括女性的保健 他主要注重的是女性作为产妇 他的保健 包括儿童的话 他也主要关注的是儿童的死亡率 而不关注说比如说儿童相对的 比如说儿童这个营养不良啊 或者营养不良会导致一些儿童癌小啊 儿童这个重量不够啊 这些或者儿童的疾病啊 这些他都没有具体到这个在MDG当中体现出来 然后你再看他这个目标三下面这个具体目标 就是我们以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 也觉得会非常非常random 非常就是他不是一个很有 就是说你会好奇他为什么就决定于聚教育 这三个目标 就比如说消除初等中等教育的差距 这个当然现在也有 然后女性妇女在议会中所在比例 非农业有仇有心就业所占的比例 但促进两性平等和富裕妇女权利 它可以是一个涵盖非常广泛的议题的这么一个大的目标 但是他下面的具体目标都只有这三个 包括这个改善产妇保健的话 你会发现也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说他的整个这个MDG的框架下面 对于性别和妇女相关的这个这个标准的制定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 一个是比较对很多问题的理解相对来说 还是已经有点outdated 有点过时的这种感觉 另外一个是他的在一个指标的选择上 有一点没有一个系统性 所以呢就不太意外的就是说 UN当时到2015年这个MDG结束的时候 他在他的总结性报告里说 一些新千年发展的目标仍未实现 特别是那些涉及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的目标 和涉及生殖健康的目标 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好像不是特别难理解你的目标 为什么没有实现 因为你的这些具体目标 并没有很好的很适合他们的 一个系统性的政策去支持他们的改善 对吧 然后这个是印度很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权学者 叫那个吉他三 然后他就在一个一篇就是回顾MDG 这个整个的发展进程和女性权利关系的一篇文章 他就是以这么一句话 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的 这篇文章也非常有名 他叫做No empowerment without rights No rights without politics 翻译成中文 他就说没有权利就没有赋能 没有政治就没有权利 他这个具体的指向性是说什么呢 其实他是指向了MDG的两个他认为的比较大的缺陷 一个是说在MDG制定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确认女性的权利 Without rights就没有办法给她赋能 对吧 因为你既然要给她赋权嘛 你就必须确定她的权利有哪些 所以人权这一块的话是在MDG 当时的这个指标设定过程当中是缺失的 然后另一块你既然要付权 就需要确定权利 但是确定权利是怎么来的呢 没有政治就没有权利 这个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没有肯定女性不支的作用 没有肯定女权运动的作用 女人也就不可能是她们的权利 在这个政治的运动当中得到承认 也就是说权利它不是天然的掉下来的 不是天上自然而然的就会有的 它是很多一代一代的女权主义者 或者说其他关心女权权益的人 一起去争取来的 所以说这个是她其实对于这个MDG框架 最大的两条批判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历史部分 所以看完了这两个部分 我们再来比较 就是回顾SDG的前身 MDG的历史 能够比较让我们 能够让我们看到清楚 现在的这些共识是如何争取来的 而对MDG缺陷的反思 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在理解和执行 SDG的过程当中去思考和询问 曾经提出的那些问题 现在都得到解决了吗 比如说那个 印度女权学者基泰山提出的两个问题 对吧 包括人权的问题 包括对女性组织和女权运动 缺乏承认的这些问题 都已经在SDG上中得到解决了吗 这是一个我们带着一个问号 需要去今天去讨论的一个话题 然后呢与MDG志向 而下的以资助者和主导官员的政策 制定过程不同 MDG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 征询和吸大了包括女权运动啊 女权组织的很多的社会的意见 这其实对SDG本身它是有帮助的 因为它给予了SDG更高的社会认可度和正当性 也承认了女权主义者的贡献 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进步 因为这样的话 民间组织会更愿意去帮助和倡导 SDG目标的实现 而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呢 女权组织和女权主义者的贡献 也得到了充分的承认 另外呢在这个SDG里面 除了目标无理以外 另外还有17个目标呢 其中有过半的也都与性别相关 这就使得性别的能够体现到发展过程的 方方面面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 所以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MDG到SDG通过这个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进步 然后其中很多的进步 是由于这个公民组织啊 女权组织的参与 他们从这个 包括那些受政策影响的那些贫困人群啊 或者说女性群体的这个参与 他们从自己的切实利益出发 给这个SDG提供了很好的这些建议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充分利用 这个已经获得广泛承认和官方签字的公司 这个是SDG目前的机制和框架 对性别平等提供的比较正面的活动空间 当然这个框架也是存在缺陷的 这一点呢 我们会在 我会在第三部分进行详细介绍 下一页我们就开始讲这个SDG 因为它既然是个指标嘛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SDG 它具体的对涵盖的那些 然后它是怎么统计的 这样的话 我们在第三部分对它进行批判的时候 才能有一个比较 比较 比较充分的认识吧 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去讨论一下它的缺陷 这个里面的两个图 是我截图的这个 2022年7月7日发布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2022年 就是最新的这么一期 7月份刚刚发布的 今年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它的这个全名是说 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文面向2030年 几个来的路线图 这个中文版的话大家在网站上可以搜到 然后我们看这边 这个这是网站上列出来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排名 SDG的排名 现在在163个纳入统计的国家当中 现在排第56位 然后它的整个具体的这个打分 就是说因为SDG 它有17个目标 然后169个这个 indicators 然后它会有它自己的一套方法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这个具体的指标 都统合起来给它打个分呢 中国最后的得分是72.4分 然后在世界排第56位 这个是这个最新一期的 这可持续发展目标上面提供的信息 但是这样的年度报告 是的呈现 它是否客观和真实 它是否呈现了中国最2022年 或者说它是否和大家 尤其是那些在中国生活的女性的感受 是不是吻合的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 它具体的这个指标是怎么来的 就比如说 它先的equality这个图 上面这个图是一个 讲的是中国的现状 就是它会给各个地方 不同的性别现状进行打分 然后中国的因为是橙色呢 它大概的是这个橙色的代表的是 面临可观挑战 就是说处于一个中等状况 在它这个左边这个五个分类里面 它是处于一个中等状况 然后它的趋势呢 趋势就是说跟过去相比 中国的这个趋势被评定为略有改善 然后这个右下角这个 发散型的这个图 讲的就是中国在这个第17个 17个这个不同的目标下面 各种目标下面 它的这个发展情况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第五个目标股的话 它的相对来说 跟其他目标相比 它的成绩还算不错 但是这个跟大家2022年在中国 作为女性或者说也包括一些性少数群体 真实的生存感受是不是一致的呢 我个人是有怀疑的 所以后来就具体的去看了一下 它这个比如说 Jander Equality 目标五 它究竟是怎么测量的 然后就发现我们找到了问题 就比如说虽然 就大家之前停留了很久的那一页目标五 对吧它下面包括比如说 这个七个具体的指标 对吧 然后七个具体的指标下面 还包括了更小的这个衡量指标 但是在这个2022年可置于发展目标当中 中国部分 它其实只衡量了 只衡量了四个这个指标 这个四个就是其中列出来的 就是说包括这个 Family Planning Family Planning的话 其中就是家庭计划 就是说也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生育计划 也包括了这个教育 受教育的程度和劳动参与的程度 以及女性在这个国家的 这个议会当中所在的席位 这个是它只衡量的这四个 然后就把四个作为性别平等的 这个代表纳入了2022年的统计当中 然后即使这四个指标呢 也不是说每一个指标 它都有最新的数据 就比如说第一项 这个计划生育 它的这个指标 在我具体看的时候 它是缺失的 它用的是2001年的数据 就是96.6 这个数据是来自2001年 中国的这个数据 这是比较奇怪了 因为从这个联合国人口署的 数据库里面 中国其实它是有中国的 这个Family Planning 或者说计划生育的比例的 最新的比例 2022年的比例 我查了一下是94.3 略低于这个96.6 并且从2000年以来 大概有20年以来 中国的这个数字 基本上都是在维持在低于95%的水平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SDG的数据库里面没有更新 所以采用的是96.6 这个较为成就的2001年的数据 其中有一种可能性是认为 中国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好了 基本上完成了这个目标 所以它就没有挂特别多的 这个去继续的更新数据 但是这个本身 不更新数据 这个本身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不能假设说 曾经在历史上 这个目标完成的比较好 它就一直会比较好 就比如说随着中国 近年生育率的下降 多胎政策的放开 对吧 国家对生育的态度 从限制变成了鼓励 就偶尔我们从这个社交媒体上 也会听到这个年轻女性说 有些地方比如说病育药很难买 或者说去医院 终止妊娠的这个门槛变高了 对吧 这些我们都并不能假设 已经实现了目标 就不会出现改变或倒退 我们还是要继续密切的关注 所以说这是针对 第一个这个衡量指标 然后针对 然后再跟其他国家比较的话 是发现其他国家 在2022年这个 可持续发展报告衡量的时候 关于性别这一项 其他国家都有五项指标 中国的话 缺少了这个性别公资差 中国在这一项的数据为空白 就是历史上 中国没有在这一块 给可能给这个联合国提供过数据 所以在这一项指标 中国就直接没有纳入统计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 2022年的SDG报告和排名中 关于中国的性别的五项指标 有两项缺少20年以内的数据 然后呢 其中生育计划 因为历史情况较好了 所以他们采用了历史的高点数据 然后性别空资差呢 则整个的被排除在了统计以外 所以它实际上 纳入统计的另外三项指标 采用的是2019年或2020年的数据 并没有更新 所以说我们之前看到的说 这个2022年报告里面 写说中国这个性别情况怎么样 它的这个数据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一个是没有更新 第二个是不是很全面 第三个它的指标选取 本身就只有五个 并不能代表中国的这个性别状况 所以说这个指标怎么说呢 就随便看看就好了 所以会面临到我们 就是具体你去深究一份 性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样的问题 然后再回到这个目标五来说 按理说按照联合国 就是提出来的那个 比较完备的框架来说 目标五它其实包括了 七个目标和14个具体指标 但是呢 这个是数据统计和数据本身 它就是一个很有政治性的 这么一个一项政务 它并不是大家以为的那么 完全的就是一个 非常技术性的问题 比如说这一页是我截屏的 联合国 比如说这17个SDG的目标当中 它不是因为每一个 不是都有具体的小目标 然后小目标下面 有各种的衡量指标 我这个截屏还没有截的权 因为第三项它的指标比较多 所以后面没有截权 其中呢 绿色是中国已经有提供数据的 然后红色部分呢 包括这个0% 是中国在2015年以来 也就是说过去七年以来 都没有给联合国提供数据的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ANA啊 包括ANA就是说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数据 也就是说你去看的话 就是从这个17个 就是联合国指标当中 有10个来自2015年的数据 都没有共享 因此就有大量的数据 确实 就我们是看第一 先的就是这里 看的是第五个column 第五项啊 就是说性别平等那里 下面应该有14个具体指标嘛 这14个具体的指标当中 其中有10项 中国都没有与联合国共享 自2015年以来 都没有与联合国共享数据 所以说你也就没有办法 从另一方面来说 因为没有数据嘛 你确实也没有办法 根据它这个指标 原先设定的这个 理论层面来对它进行衡量 因为没有数据 你就没有办法衡量 数据和统计本身 就是很有一个政治性的 它通常是一个国家 国家能力和透明度的 双重体现 国家能力是说 尤其是在一些 国家能力比较多弱的 比如说一些 发展欠发达国家吧 或者说比较发展的情况 比较不太好 或者说正处于战乱中的国家 它在数据统计方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一个国家经常政权更替 它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统计部门 它可能连自己的国民 死亡了多少人 多少人正在挨饿 多少人用电 这些数据都有大量的缺失 包括我自己 做印度调研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MIT想在那里做一个 村庄用电的这么一个统计 然后去了之后发现 那个村就是主管 那个村的县级 或者说那个 邦那个层面 就相当于我们省那个层面 它并没有关于下面农村的 具体用电量的数据 后来我们再下去一看 就发现 它的农村连电表都没有装 然后有电的人家 基本上都是靠那个 柴油发电机 自己在家里 哼吃哼吃发点电 就每天你有钱的话 你就发点电 可能就来电两三个小时 然后它并没有实现 这种公共的 能够通过电表去衡量 这个发电数据的 这么一个统计系统 这个其实就是 它的一个国家能力的体现 当然在有一些国家 它是有能力 去统计这些数据的 但是它不是特别愿意 它把比如说 把这些它作为机密 或者它不是特别愿意 国际共享 这个时候它就是 这个数据缺乏数据 它就是体现的是一个 这个国家透明度的体现 所以说数据统计 它本身它是一定 带有一定政治性的 这么一个原因 然后我们具体来看 中国缺失的性别平等数据 都有哪些 其实它也能够 非常好的去反映 就是在SDG的框架下面 中国性别平等 哪些方面做的比较好 哪些方面做的不好 因为基本上 数据的缺失都是有 具体的原因的 就比如说 这个5.1这一项 就是说是否以制定法律 来促进 推进性别平等 和无性别歧视 这一项是没有数据的 我这里所有话差的 都是说中国没有 没有2015年以来 没有提供数据的 那这一项其实是 立法的统计 却是背后的是 立法进程相对来说 是我们比较缓慢 对吧 就比如说5.2.2这一项 我们现在在第18页 妇女和15岁以上女童 在过去12个月中 遭受到这个亲密伴侣之外的 其他人的性暴力 我们现在的这个 国内推行的这个 反性骚扰 或者或反性暴力的话 推行的比较多 比较成功的 还是聚焦在家庭暴力这一块 那至于说这个 家庭以外的人 对女性进行的性别暴力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因为它包括 尤其是最近比较火的 那个网络热点事件 就唐山烧烤事件 它就是一起很明显的 家庭以外的人 对女性进行的这种暴力 而且还有很多这种 网络上的网络偷拍啊 这些事件 其实它都属于性别暴力 但是它都没有被纳入 至少没有像联合国公布 这样的就是 家庭以外的人 对女性性别暴力的这个数据 现在也是没有了 然后的话就到5.3.2 就是说它这个主要讲的是 割离这么一个 可能说在非洲 非洲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吧 这个跟中国就不是很相关 因为它在中国并不是那么普遍 然后到下一页 就是5.2.2 妇女在管理岗位认知比例 这个也是缺失的 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女性领导 岗位的统计还局限在政府当中 尤其是这个议会 就人民代表大会 这个统计里面有多少女性 或者说每个省的领导里面 有多少女性 这个比较高层面的话 统计还是有的 但是在其他管理岗位的任职的话 其实这个统计是不足的 而且其实在这个女性任领导的 这个政府的这个统计当中 其实比较多的女性 还是处于基层 在基层工作 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到现在 还从来没有一位女性 能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个基本上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 所以它到现在 其实我们还没有一位女性 能够说担任过这个政治局常委 然后就是5.6.1这一项 就是说性关系啊 避养药啊 甚至健康问题做出自己的知情权的 知情决定的比例 这个数据也是确实的 这个其实跟下一条也有关系 就性自主权和避养工具与知识的普及 在中国可能做的还不是特别够 尤其是现在比如说 这个国家开始鼓励多胎之后 也涉及到包括女性的生育自主权的决定 就比如说有多少女性是 比如说家里人觉得你应该生个二胎 或者说在国家的这个要求下面你去生个二胎 多少情况下你是自己去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这个统计还是现在缺失的 然后下一页 下一页的话 这一页的所有数据现在都是缺失的 其中包括了农村妇女的困境 对吧 农村妇女的话 对于农村的统计指标来说 尤其是女性的统计指标来说 跟城市相比就是明显的 是有明显不足的 其中反应比较 大家媒体上见的比较多的可能是这个设计到农价的问题 因为它既有这个 用地也有经济权力的这个保障 然后5.A.2的话 它是讲的是土地所有权和国家控制权 5.B.1讲的是拥有移动电话的人口比例 安性别分裂 但其实你看5.B的话 它其实想衡量的是技术的性别差距 但是它用一个移动电话来代替了这个技术的差距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就是说它衡量的是 它想要衡量的是技术 但它最后落实到过程当中 它用一个移动电话来代替了技术 但是现在技术更新换代 对吧 用移动电话来代替技术 其实已经有一点落后于时代 然后最后讲的是说 以建立制度来追踪并拨付公共款项 用于性别平等和增长 女性权能的国家的所占的比例 这一项的话 其实讲的是公共拨款的重要性 这一点上来说 就是说为推进性别平等的机构也好 或者个人也好项目也好 进行特定的国家公共拨款 其实相对来说 我们做的还是比较不够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看出来 在这个16应该是16项指标里面 哪些数据是缺失的 然后这些缺失的背后 其实都是我们所面临的 性别平等的困境 然后下一页 就是讲的我们统计这一页 最后统计这个这一节里面 最后一页 就想的是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量的积累会带来质的变化吗 就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问题 比较难理解的话 其实可以 如果你有工作经验 你可以想象成 如果你的老板 每天关注的是你的KPI 那些KPI 有没有能够顺利的 去完成他想要达到的指标 还是说这些KPI 本身设定 执行统计的过程当中 也就扭曲了这些KPI 原来的含义 就是我们对 我们对统计 就是如何去统计 这个发展 进一步的这个追问 因为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了 怎么从MDG 进化到SDG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下的就多出来了好多指标 那现在这个对于发展的理解 被大大的拓宽了 但同时 如果针对这17个相互关联的SDG发展目标 进行时间纵向的比较 时间纵向的比较 就是说这个国家曾经是怎么样 它现在变成怎么样了 有一个时间纵向的比较 它是发展了 退步了 进步了 哪里变化了 对吧 它有这么一个衡量 然后还有说进行国家进的横向比较 就比如说我们说中国现在 比如说根据那份2022报告 它说中国排56位 但是我们具体你去看它的 怎么统数据 怎么统计来的话 你好像又对这样的排名 觉得不是特别幸福 对吧 然后还有169个SDG的 具体的这个指标中 在错综复杂的信息当中 针对各个目标 聚焦化 定量化和便捷化 它有它的好处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为政策的制定和公共沟通 提供了长时间段跨国追踪 比较的依据 因为你可以用数字 一旦有了数字的话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 一定程度的用数的比较 就变得比较显而易见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了解电话 来问责和秩序 用来收集证据 也可以根据这个证据呢 去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发展目标到统计指标的转换过程当中 是否能够有效的转换 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我明明这个目标我是想看的是技术上的性别差别 就是说在技术普及的过程当中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马农嘛 传统的以上大家会也会有那种思维定式 就觉得男生可能比较学理科 比较适合学理科 学技术 女生比较适合学文科 那如果你有这种性别偏见的话 你就会在这个技术推广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就会变成男生更多的去掌握最新的这种技术 对吧所以他就会针对技术这个就会体现性别差 但是如果去衡量这个跟技术有关的性别差呢 你如果是用移动电话的普及率 那移动电话在这个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普及的情况下 他是否能够具体有效的去代表 或者说去衡量 我明明要统计的是技术发展 然后你现在统计的是这个移动电话 那手机是不是能够体现技术的发展呢 这就是一个在统计这个转换过程当中会出现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数字统计的意义 有的时候会比技术性的问题所遮盖的 比如说数据的缺失啊 数据质量不佳啊 数据更新不及时啊 我们刚刚都有讨论过对吧 包括统计口径的选择 就比如说那个用手机来代替 衡量技术 这个就是一个统计口径的选择 以及加权及汇总的方法 就是说有些有些这个目标 它下面有好多个这个具体的小目标 那有些它就只有几个 那比如说中国 它如果缺失了这个工资差的这个数据 那你最后做数据的时候 你是把中国仅剩的这个四个指标 跟其他国家五个指标相比 还是说你采用其他的各种更好的统计方法 对吧 这些都是技术性的选择 然后也涉及到有多大程度上面 比如说各个国家愿意跟联合国合作 跟国际合作 把自己明明有的数据共享给联合国 这个有的时候数据统计 就是说它明明可能设计是很好 但是在数据最后 使用的时候会遇到各种技术性的问题 然后呢还有的说 就即使你现在统计数据有了 在你这个数据实施的过程当中 也会遇到这个选择性啊简化啊 然后各国情况不一样 然后更重要的是 根据于社会中结构中的不平等 是否能够通过统计指标来达成改变 也就是我们想要问的 这个其实也是这个 我之前提到的女生主义者 这个吉他三 她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当中提问 就是说量的变化会带来质的变化吗 我们通过衡量这一个KPI 通过关注于数字 能否带来我们想要的发展 因为发展它毕竟是一个很抽象的 很具体的 它又是一个比较多元的证明的概念 你的这些数字的变化 能否能够带来我们想要的 真正的这个质的变化的发展 这个是关于这个统计的这一部分 缺陷这一节是比较 比较重要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节 因为其实我们批评这个SDG也好 或者说讨论它的缺陷也好 并不是为了去否定它 而是去了说在这个 比如说意识到它现有的这些缺陷 那除了说我们在 往后的这个八年 因为离SDG的实现还有八年吗 这个八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 去弥补现有的这个缺陷 当然也可以考虑说 我已经知道SDG的框架下面 这些是可以也许能够做出改变的 在这个未来八年的时间当中 也许这个SDG的框架 没有办法带来的改变 那可能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去寻找一些新的思路 等到SDG结束的时候 下一个这个发展计划会是怎么样的呢 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些年的 这个探索也好 发展也好 创新也好 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实现了从当年从MDG到SDG是一个提升吧 那我们在SDG结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体现一个新的 提出一个新的发展框架 就说这个是我们讨论这个缺陷的主要 并不是为了完全固定它 首先我们先想要看的是 之前我们也说到过 在联合国的这个框架下面 因为SDG是联合国提出来的 现在主要还是在这个框架下面运作 所以在联合国的框架下面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SDG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经费的不足 就是不管是联合国旗下的UN Women 就是妇女署 还是政府机构当中的妇联 就在中国的这个国情下面 Compact下面主要就是指的妇联嘛 以及在各类的妇女组织啊 性少数群体组织啊 女权团体当中 面临的贯同的问题 可能都是缺乏资金 就比如说这是我从这个 UN网站上搜取到的 这个UN的2020年的开支 这个已经是他们公布的最新的数据了 就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 由N下面的各项机构 一共的这个开支支出 一共是56个billion 一个billion是11 应该是560亿吧 这是他们的总共的这个开支 然后呢 这个这里 你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开支都花在了哪里 其中呢有一些这个humanitarian 就是人道主援助啊 有一些这个发展援助啊 有一些这个global agenda 就是特殊援助啊 因为我这里字比较小 看的不是很清楚 还有一些这个peace operation 就是说违和行动啊 这些 但是你在看UNWomen的话 UNWomen的2020年的总开支 总共只有4亿 就是说你把他们相处的话 就是虽然UNWomen是 油人下面的 众多各个机构的当中的一个 它仅占UN2020年 所有开支 各个机构开支当中的 百分之0.76% 也就是说连1%都不到 并且因为Women的开支 就我们从这个下图的表 你也可以看到 它的开支少 当然不是因为说 它不愿意花钱 它的开支少 其实体现了也是说 它本身能够运用 或者说调动的资金 就比较少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说 这个妇女署的话 它的开支主要集中于 这个development assistance 发展援助 还有个少量的人道主援助 因为少量的人道主援助 也是从这个2019年 2020年这两年才开始有的 就是说它的这个能够这个开支的形式 也非常的这个单一 就作为影响着世界一半人口发展状况的组织 就至少一半嘛 女性加上现场的群体 至少影响着世界一半人口发展状况的 这么个组织 它所受到资金支持远远低于 它期望实现的目标和涵盖的人群范围 对吧 因为它的这个议题下面涵盖着这么大广泛的这么一个人口 并且不光是目标五 我们之前也说了 这个在其他的大概有十个各种各样的SDG当中 一共有17个嘛 其中另外有10个其实都是跟性别之间相关的 既然它的话题还概念这么广 而英文联合妇女署又是英文旗下 主要针对这个妇女啊 问题就是对妇女经理赋能的这么一个负责这个任务的机构 它所获得的资源是远远远远不足于支持 它的这些目标的 在这样极低资源水极低资源的水平下运作 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很多女权主义者 其实包括这个女性经济 女性的这个妇女组织 也包括性少数群体的组织 其实很多的组织 尤其是草根的组织 都在付出长久的免费劳动 而是这对于希望减少女性免费劳动的SDG来说 目标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系统性种子 因为你的目标里面提说 我们要value女性的这个免费劳动啊 要提高女性的地位 但是你的整个结构的设置框架 你不给这些女性去发生去进行运作的资源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占比如此之少的情况下 你要让他们完成这么大的目标 就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其中很多的人 一代一代的人 他们都是在付出长久的免费劳动 这个本身就是跟他的所提出的发展目标是相矛盾的 这是他的一个我觉得比较讽刺的一个缺陷 然后下一页 就是具体的来讲一下资源困境 其中就比如说因为women她的资源 或者说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些妇女组织的这些资源 可以来自于主要就是来自于有三个方面 政府企业和社会 但是这个三个方面其实从资源的获取来说 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者说困境 从政府来说的话 政府的资源尤其是对于国际组织的支持 其实受到政治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一方面比如说她受内政的影响 比较典型的就是美国 美国在奥巴马时期执政的时期的时候 对各项国际活动它是很积极的 美国政府的在这个为各项国际知识 国际公共资金出钱也是比较愿意的 但是一旦到了特朗普上台之后 包括他退出那个气候条约 然后退出了一些一系列的这个国际组织 退出其实一方面意味着 他不再受这些国际组织的约束 不再说我们共同承认一个共同的目标 其实另一方面也意味着 他不再给这些国际组织 缴纳资金了 运作资金了 而美国就大家也知道 它是一个在世界上经济上 占体量比较大的一个国家 其实这也体现了 就是说这个国家政府 对于这个国际公共资金的支持 受到内政的影响比较大 然后在一些迁发达地区 或者说就是说全球南方国家的话 当然发达国家最近今年也有这个趋势 就是说又以保守主义的崛起 尤其是比如说美国他说 比如说American first 包括英国的脱欧 他其实在这些保守主义崛起的情况下 他其实慢慢的把对国际的一些关注 慢慢的转移到了国内 开始走向了一个有一点功利主义趋势的 这么一个大的政治局势 这也使得他们对国际公共资金的投入 不管是从意愿也好 或者说能力也好 其实慢慢的也都在削减 这也意味着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UN本身在今年也渐渐地显出了他的弱势 就是说他可能不再像 比如说2000年初 那个时候在国家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这个是政府就是说资金来源的一个不确定性 但是国际公共资金 对于各国筹集国内公共资源的努力 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对于那些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来说 他其实他是需要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有些战略国家 他自己本身他是没有这个能力 比如说去支持一个 再去支持一个妇女组织去在当地进行运作的 这个时候就是国际资金对他们的 公共资金对他们的支持 人道主义援助这些来说 发展援助 对他们来说的话就是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说到企业 就是UN今年有个取向 就是说因为政府一方面的投入 相对慢慢的跟以前相比 有一些减少的情况下 UN就更强逊于依赖于企业 并且在那个UN的报告里面 他们也肯定了这个企业的角色 也对企业融资有日渐的侧重 但问题就是跨国企业 私营企业跨国企业 他本身是否就是性别不平等的受益者 如果你过于依赖他们的资金来源的话 其实包括现有的SDG 都是对他们的这些企业的角色 缺乏有效的挑战和制约的 这一点我们后面我会在具体的讲到说 企业具体的说跟性别相关 有哪些就是企业本身 那可能是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制造者 然后就是说到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发展 其实受到政治条件的限制 就是在一些国家里面 就比如说有比较好的NGO传统 就相对来说英国还算不错吧 就是说他的一些NGO 他可以自我筹款 筹集到他很多 就是从公民当中筹款 筹集到一些他自己需要的发展基金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国家来说 比如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他的公民社会的能力是很弱的 婚女组织也好 或者其他性别NGO也好 也要让他们通过 向社会筹款的方式 获得足够的运作资金 在中国是可以说是困难从众 困难就公众的不信任 当然主要的也是这个 政府这个法律和管制上面 各种的这种限制 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 筹款是很困难的 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 仍然实际虽然耗时比较长 但是仍然值得去培育和尝试 这个是说资源困境 然后我们说下一页 就是第二个 现有的SDG框架的缺陷 是缺乏系统性的变革 与MDG相比有多少质的变化 这是我们一直在追问的问题 已经提过好几次了 在今天的这个讨论当中 就是说尤其是关于SDG 从经济社会环境 三个方面寻求发展的时候 境别评论与这种三个方面 都紧密相连 但究竟SDG对于这三个方面 是在打股丁 还是在挑战了全球的结构 和问题的根源 就比如说我们要 我们要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状况 我们从经济社会和环境 这三个方面 都来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状况 但是你现在提出来的 这些框架也好 衡量的指标也好 并没有去挑战或者去追问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 今天社会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女性 在经济也好 社会也好 甚至是跟这个环境发展 比如说climate change 这个叫全球变暖 这个过程当中 通常是女性受到的影响 是比男性更大的 就是说是什么造成了 今天这样的不平等的局面 你只有去解决 从源头去解决 这些造成这些不平等问题 的这个源头 你才可能说 我去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现在这个 头疼一疼 脚疼一脚 从这个表象层面 来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SDG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依旧没有承认 女性的人权 也没有承认 女性人权 性别平等和全球政治 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 这个其实也是MDG的 一个缺陷 这个是延续过来的 一个缺陷 然后他也没有 现在的SDG框架 也没有对贫困和不平等 提出改革策略 他也没有挑战 现行的贸易税收 和金融架构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说 我们希望更多的国家 来提供一些对于公共 公共国际公共资金的支持 而国家的钱 哪里来的 国家钱通常是从税收当中来的 其实很多就是尤其是发达国家 包括英国 他有很多这个 叫什么币税天堂 他们其实给很多的国际组织 包括这个国际富豪 国际企业提供了这个逃税的这个空间 而这些空间 这些税收如果能够有效的吸纳 或者说收税收上来的话 它是能够更好的用来为国际的这种 发展提供服务的 但是现在的这个这套框架里面 就丝毫没有能够撼动 现行的这些贸易啊 税收啊 包括这个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之间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啊 就丝毫没有撼动过 没有能够撼动这种结构 然后现行的贸易税收金融体系 这些其实都是高度性别化的 这个话写错了 应该是那个性别化 化学的那种话 所以它也没有为性别平等 提供促进的这么一个环境 然后现在的SDG框架里面 有些矛盾是 有些目标之间是矛盾的 比如说如果你要持续的经济增长 那它必然和环境保护也是有矛盾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是因为它其实还是说 缺乏更深层次的系统性的思考 下一页 就讲到我们一共缺陷的话 会讲四点 这是第三点 依赖善意的承诺 善意和承诺 缺乏制衡 就比如说应该 谁应该对比如说人权的保障 可支持目标的追求 性别平等的观察这些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 各种目标扮演主要的角色 在联合国的体系当中 因为它是国际间的这个政府组治 这个角色应该是各国政府来承担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明确政府的责任 明确责任的好处就在于 就比如说一旦发生了 这个不符合这些目标情况的时候 你可以 就既然这个是你的责任 你就可以问责对吧 但是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框架下面它强调多方合作 就说这个也重要 这个player也重要 这个player也重要 好像各个方面都很重要 但是在实际当中 很容易变成空有承诺 却多方推诿不作为的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 当你说各个方面大家一起合作 但是谁都没有一个最终的这个 明确的这个责任的主要领导者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然后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这个是对这个政府承诺角色的这个缺失 缺乏承认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对私营部门和跨国企业 其实也过于依赖于他们的善意和承诺 没有对他们进行制衡 这些私营部门和跨国企业 可能跟性别相关的 这个需要制衡的行为 或者说需要管理的行为 包括用工歧视 对吧 同工不同酬 性别就业区隔 就是说有些行业 它执招男生 有些行业它执招女性 这个尤其在这个第三世界国家里面 尤其显著就是很多 比如说这个工厂的女工 它特定的行业 它就执招女性 然后呢 这些女性通常都是 做的是那种 劳动密集行行业的最低端的工作 就是说劳动时间长 报酬又很低的工作 就是它是严重的加剧了 这个性别的不平等 然后职场当中的性别暴力 包括性别性骚扰 这些企业有没有建立完善的机制 包括一些地方的强制劳动 要求女性的免费劳动 对吧 对女性产假和性别配套设施的缺乏 比如说不给女性产假 或者说不设母兵食 或者说如果女性有这个育儿 或者说照料责任的时候 不给她提供这种相对于 相对于灵活的这个工作 工作条件 对吧 这些其实慢慢的都会把女性 排除在这个职场以外 也包括女性的主管理者稀少 就是说 这些其实都是很多时候 跟性别相关的 私营企业和跨国企业 现在在造成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过于依赖 他们提供资金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管 然后我们对投资和贸易 对性别平等的这个影响 其实有一点是可以借鉴SDG的体系的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投资基金 他会号称自己说 我是一个绿色投资基金 当然有一些这个 所谓的用这个绿色 因为环境保护是一个很热的话题 就所谓的绿色 它可能是一个叫Greenwash 就是说通过宣扬自己是绿色的 把自己一些 其实对环境有害的活动 给把它洗白 但是 除了Greenwash以外 其实你也可以去看一些 稀有的这个ESG体系 它确实有一些投资基因 它在追踪 比如说我做了这些投资 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说 它会限制对于这个石油行业的投资 或者说对煤炭行业的投资 因为它认为这些投资 以很大的程度上去投资 这些行业的话 你其实是在加重环境的这个污染 那这个所谓的 有一些号称自己是这个绿色投资的 它就会说 从这些强污染的行业一开 我去投一些更清洁的能源 以这个方法来促进环境的保护 那我们在性别领域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推动这样的这个制衡 或者说公共监督的这么一个方案呢 进行事前的评估 就是说这个投资之前 检果先对它进行评估 可能这个投资会对性别造成什么 怎么样的影响 以及事后报告 对公众定期公布 就形成一个监督和制衡的机制 然后这些机制 我们刚刚提到的 对政府决策的确认也好 对这个私营部门 跨国企业的这个监管也好 对这个投资和贸易的 这个性别平等的这个监督和制衡也好 其实现在都是缺乏的 现在有的这个机制里面 大家更多的还是依赖善意和承诺 但这个常常就是非常不可靠的 下意 也是延续了这个MDG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SDG的话 它没有 一个是没有确认人权 其实它也没有去明确的确认 女权组织和女权主力者 以及性少数这个活动群体 在这个推动性别平等的过程当中 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个确认也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三个缺陷 包括寻求资源 系统性变革 制衡机制 都离不开增强女性组织的活动能力 来为女权运动提供支持或者蓄能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针对这三个前面提到的缺陷 做出一点改变的话 其实任何改变的发生 都离不开女权运动 那2015年之前 联合国妇女署其实是想把 这个这一条单独列成性别目标的 但是没有成功 就是说肯定女性组织和女权运动 以及女性人权的作用 列为这个是 比如说我们目标五下面一个单独目标 但是没有成功 现在的话只是说 目标五下面 第五条里面提到了说 女性有效参与决策 但是在衡量的时候 它又是局限在衡量 比如说政府在这个 National Parliament 就是说议会啊 或者是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啊 里面有多少人 然后在女性管理层当中有多少人 那其实走的是一种 相对的精英主义的 这个女性的 这个参与决策的这种理解 并没有把这种广泛的 民间的女性的参与决策 或者说参与政策生活 参与政策制定 那就是以女权行动的形式嘛 我们说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跟社会说 作为女性 我们不想再接受性骚扰 我们需要同工同手 需要这些 其实这些都是女性的 去参与社会决策 但是这个依旧没有在现有的 SDG框架下能得到承认 然后我们最后想问的是 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是否重新想象了何为发展 这个发展是否实现了 为了女性的发展 或者说为了性少数群体的发展 我在这里说女性通常就是 希望能够把这个性少数群体 也涵盖进去 就是说为了这些性别平等 需要实现性别平等群体的发展 而不是利用它们去延续 现有的诸多不平等 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我觉得现有的SDG框架下面 其实并没有实现这么一个 对于发展的重新的想象 有很大程度上 它还是在一个 它并没有去触及 现在的很多不平等 和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的根源 那最后我们就要讨论一下 今天讲完了历史统计 以及它的缺陷 那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现在讨论这个未来 可能不是一个特别 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乐观的时间点吧 但是我觉得大家 依然还是要能够去保有 重新想象发展的这个能力 去想象一个为了女性的发展 为了性少数群体发展 如何我们能够想象一种新的发展 能够兼顾个人权利 因为人权或者说个人权利 不管在MDG还是SDG 它始终没有能够得到确认 然后兼顾人权 也兼顾社会结构 因为有的时候 你过于考虑个人的权利的话 你会忽视了现行的 这个社会结构的不公平 以及其他物种 包括环境问题 这些兼顾这三个结构的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这三个结构的这个发展模式 如果说有一些 比如说现有的 就比如说今天参加讲座的 哪一个人或者说一些机构 可以做的话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大家有时间的话 讲座结束之后 还可以继续讨论 就是从你或者从你的机构的角度 还能做些什么 我觉得至少我们要持续去监督 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 有没有可能去参考ESG的模式 我们去设置 就从公民的角度 我们去监督 这个投资 这一项投资 或者说这一项大的工程 是不是对性别产生了不可 好的影响 或者是坏的影响 对吧 要继续去利用现有的STG框架 因为它对于MDG来说 它至少是一个大的扩充 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承认了公民组织 或者女权组织可以参与到 并且为这个重新定义发展 提供了很多保惠经验 和知识贡献的这么一个框架 并且它已经得到了 至少中国也是这个联合国 在这个可持续发展 这个框架下面签字的国家 至少它是得到官方应允的 这么一个发展框架 那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它 如果在信用的框架里面 去拓展一些 继续拓展活动的空间 因为大家可能从历史上 也能看到 就是说多少年 一代一代女权主义者 通过抗争或者说通过运动 得来的那些权利 他并不会永远待在那里 就说你得来的 他就永远是你的 我们现在可能要做的是 去defend 去保护好现有的 已经得来的这些权利 到2030年之前 然后在很困难的时候 要继续去坚持 因为我们之前也讨论到了 比如说包括这个 融资这种方法 其实你除了bottom up的方法 你其实 回到过去的那种top down的方法 自上而下的方法 它是靠不住的 就即使再困难的话 你其实没有特别多的退路可选 那就要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坚持 然后要连结 因为我们也提到了 其实跟女性相关的很多问题 它其实需要的是 社会结构性变革 但你需要结构性变革的时候 你光是依赖女权运动 或者是女性组织 或者是一搏 以内女性组织是不够的 这个时候就要善于利用 跟其他国家的 这个女性组织的这个连结 然后在可能的国际平台上发声 把你的这个议程 把你的这个经验 你的想法 你的需求 跟其他寻求社会变革的 这个群体进行沟通 看看大家能不能够 共同的去改变一些社会的结构 因为这些结构的改变 不光光涉及到女性 然后同时也要拓展 要拓展自己的这个女性的 女性主义 女权主义的活动空间吧 然后也要加强跟年轻一代的 女权主义者 或者说对性别问题感兴趣的人 这些年轻一代的这个 去帮助他们 或者说帮助 也不能说帮助他们 跟他们一起去共建这种 积累女权活动的经验 去传递一些经验 或者知识分享资源 这样的话 才能形成一种延续性的发展 包括跟政府机构 也可以形成这种 inside outside的合作 这个策略的话 我想应该是很多国家的 这个女权运动都是在做的 因为从体制内的推动 和体制外的推动 其实都很重要 然后也要保证女权 女权组织和女权群体 也同时在其他社会问题上 保证发生 因为这些发生 以每一下社会问题的发展 包括人的权利 包括这个经济的发展 包括这个 更平等的经济 或者说不一定是经济的发展 更平等的经济 或者说包括这个环境的变化 都是和性别问题息息相关的 就是说不要把自己 仅仅局限于这个性别的 很窄的一个理解的性别的范畴 对于其他社会问题 也要保持高度的关注 同时也要增强女权群体的可信度 和就是比如说政府能够 他想要 或者说你提供政策建议的时候 希望你的建议拿出来 是能够获得不仅是 政府的信任 也能够获得公众的信任 要保持比较良好的沟通 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要保有想象的能力 因为我们其实提供了很多 我也知道今天提供了很多批判 但是并没有好像提供一个非常完美的出路 我觉得我个人没有办法提供这种出路 这种出路是需要靠很多人 共同的想象和探索来共同去实现的 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想要的出路 我觉得至少非常明确的知道 在稀有框架下面是不能实现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大家可以共同去探讨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你怎么去重新去想象发展 这个是一个尤其是兼顾 这个三个个人权利社会结构 和其他物种的这么一种发展 是一个创造一个 大家想要的这个符合女性发展观 或者说性别少数发展观 或者说各个不同的性别平等发展观 的这么一份为难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面 是这样 就是您刚才说到 就是我们国家 那个在全球的这个SDG的排名当中 我们国家当中是有一些数据 是没有被计算进去的 但其实是不是会有很多国家的数据 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那其实这样子的 它反映的会不会是一个 相对平衡的一个数据 还是说我们依然不知道 说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聊甚与无吧 就是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就包括你看那个人类发展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的人类发展报告 它为什么最后简化成了 那个三个指标 不是因为它 你看它最后那个理论发展 因为它基本上是基于 那个诺贝尔奖得主 阿玛蒂亚森 也是一位印度的一位 那个阿玛蒂亚森 翻译成中文 它是基于它的一个 就是 基于它早期的一个 就是Human Capability 人的 中文翻译 我不是特别确切 它可能是叫人的能力的 这么一个发展理论提出来的 然后它自己 它作为一个学者 它在设计这个理论的时候 它是很反感 把人的能力 按条条框框 给它写出来的 就是说它明确的确定了 人的能力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我给你列一个清单 你要有这些这些能力 但是呢 但是你要到实际操作当中 尤其是你如果想对于各个国家 形成有效的监督 有效的 甚至制定政策 或者说你去给它一顶的pressure 比如说你在这个方面做的退步了 对吧 你去进行衡量的话 衡量是少不了的 但是各个国家之前也说了 数据能力其实是跟英国的 国家能力是直接挂钩的 如果你想要 如果你做的是OECD国家 大家经常会发现 你去做OECD的国家 研究数据非常多 因为这些国家 一个是数据数据能力很强 它统计能力很强 它数据质量非常高 然后它又非常愿意跟你分享数据 所以这些数据就非常容易得的 你如果去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数据 你就会发现 你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去收数据 有些时候不是政府不给你数据 是它政府根本也不知道 它的国家 比如说在某些方面 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这种国家之间的 能力的不平等 就造成了 如果你想设计一个框架 对大部分国家都是普世的 你就必须降低你的统计的标准 因为你统计的标准提高了之后 那些能力弱的国家 它是达不到你的统计标准 然后所以你就只能在这个质量 和这个普世性里面 做出一个权衡 就所以说我觉得所有的 针对国际进行衡量的指标 不管是GDP也好 Human Development也好 包括SDG也好 都会面临着同样的这个问题 就只能说我们需要批判性的去 参考这些指标 就说它会有一些之后 但是同时就比如说 它也不会在短时间内的差别特别大 就比如说你用19年的数据和2022年的数据 它当然不及时 但是也不可能说在三年当中差别特别特别大 这种情况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数据异常 所以说就是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参考 但是不要把它做一个绝对性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对它分秒必争 或者说排名56和排名54真的有很大差别吗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的 好的非常感谢何老师 有问到如果想继续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可以关注到一些网站和平台呢 SDG的主要数据它都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面进行发布的 并且就是说它如果是一个大的报告 重要报告发布的话 它可能会翻译成中文 然后来说有的时候是翻译成英文 英文西班牙文和法语三个语言 有的时候只有中文 所以说你如果想找到特别多的数据的话 不要只看中文的材料 就是英文的材料就明显 不管是什么数据还是说还是报告来说 都会更多一些 因为它有些材料它是不翻译成中文 然后还有一个网站是牛津大学做的 跟SDG一直有合作 我觉得网站质量还比较高 当然它有其他话题 不光是SDG 这个网站可以经常去看一看 它经常会用收集数据 然后对各个国家各个话题进行一些基于数据的分析 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可靠一点 但它跟SDG有合作 SDG的实施监测报告中 国家提供的数据有所确实 公民社会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弥补这一种数据的缺失呢 然后目前各国的公民社会监测 SDG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当然你民间的数据我觉得要被UN认可的话 首先你要保证数据的质量比较高 但是基于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群体的话 其实要能够做到中国范围内的全国性调查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不管是从一个是非常耗钱资金上 同时非常耗人力 然后就是数据质量也要比较高 不是说不可以做 就是说难度也是比较大 因为中国确实是太复杂 然后范围特别广的一个国家 然后另外的话也涉及到这个一些数据法 就咱们国家好像就是有些法律私收数据 它是认为你违法的 这个跟国外有些情况不一样 有些国外有些国家 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私人空气质量监测 然后你发布 这个是OK的 但是在中国有的时候 你去虽然收一些数据 你就要小心 它可能会触及一些法律 法律可能会对你有些限制 然后有的时候它会说你什么 为了国家安全或者泄密这些 尤其是你像跟国际机构分享的话 所以阻力比较大 可以说 但是比如说大家在一些 但是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做 比如说你可以去统计 比如说你自己有个行业 或者说某个记者 比如说有个行业里面 这个行业里面女性有多少个 比如说高校里面 你就可以去看 我这个系里面 我女老师有多少个 对吧 任系主任的有多少 任校长的有多少 就是你在自己的小范围里面 你其实是可以参照SDG的框架 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统计 然后进行讨论 然后推动 这个是OK的 包括你的公司里面 你都甚至都可以 都可以去做一些推动 就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去做 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做国家层面的数据监控报告的话 难度是会有点大 我们还有收到一个提问 这是萧綦公园 这是西斗 在近两年对中国的调查 是否能够运用于SDG5的数据呢 他要保证他的统计口径和SDG 想要的这个统计口径是一致的 因为SDG他不会因为你一个国家 或者说一个机构做了这些 就改变他的统计口径 因为他的统计口径 必须对他参加他所有测量的国家 都是同事的 所以他不会改统计口径 如果你的统计口径跟他是一致的 并且他又愿意承认 然后SDG其实还有一个难点 是因为联合国 其实他是不大愿意得罪 主权国家政府的 因为联合国做的很多工作 他都需要长期跟政府进行沟通和合作 所以在双方有冲突的时候 联合国不是特别愿意去挑战 或者说触怒 某一个主权国家 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 因为他的联合国的机制 他的机制能够正常运作 就是需要保证他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重立性 和主权国家政府合作 对 这也是就是说大家可以意识到 联合国它是有这些限制在身上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是想说 你要可以知道 联合国体系内你能做些什么 可以利用现有的体系做些什么 也要知道哪些可能是他做不了的 就另外去找其他的方法去做 不需要完全寄希望于把性别平得寄希望于SDG 我们SDG下面能做的做一些 然后另外也得再继续拓展 其实目前来看女权的发展 不管是意识上还是行动上 还是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 比如说是资金的问题 是不是也是陷入了一个新循环呢 我觉得跟全球大环境都有关系吧 包括现在就是右翼的崛起 包括很多国家 包括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它在堕胎权上面都会有一些倒退 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是 多少年前就觉得这个事情是 很难去想象的 你这个号称自由灯塔的国家 对吧 就是说可能也不是中国独有的这些困境 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那这个时代我们能做的 如果你不能去攻 那你就做好你能守的这些部分 我觉得也很有价值 能守住你已经得来的这些东西 也很有价值 好谢谢 非常感谢 OK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